各位同学大家好,上次课我们学习了AD9的安装以及对AD9有了一个初始的印象 这次课呢,我们来开始学习圆理图的绘制 首先呢,我们看一下我们圆理图参数的设计 我们圆理图设计的参数有跟哪些相关呢? 一个是图纸尺寸,第二个是图纸标题栏 第三个是图纸山格,第四个是图纸字体 然后工作环境还有一些相关的配置 常规的环境配置了,图形编辑的环境配置了 这个关于这两个环境配置呢,我们简单了解一下就好了 好了,现在我们打开这个AD9的软件 打开需要等一点时间 好,这是我们上次那个关闭时候的一个文件 它默认会打开上次默认的文件 首先呢,我们看一下那个原理图的配置 标签在哪里 选择design最后一个选项 Document of Patients 单击,然后这进入了原理图的配置文件选项卡 首先呢,我们进行图纸尺寸的配置 在这个位置 这个是默认一个是标准尺寸的配置 标准的图纸尺寸 在下拉菜单以后 我们选择这个下拉菜单以后呢 会有不同的标准文件 我们看一下 下拉菜单 然后有英制的ABCDE这种标准文件 也有公制的A0到A4的这种文件 另外还有CAD的标准文件 还有一些其他相关的一些尺寸的文件 这个就是说集成了一些常用的标准的尺寸的图纸 然后还有一部分 就是这个下边这一部分 做了一些自定义的尺寸的一个选项框 然后我们在这个勾选这个 Use Customer Style这个选项卡 然后我们可以设置自定义的宽度 自定义的高度 X轴的参考尺寸 Y轴的参考尺寸 以及边框的宽度 这些我们都可以自己定义 然后定义完了以后 选择Update From Steady的 然后这样就可以配置完成了 默认我们还是用标准库 我们不用这个 然后我们现在就是 我们看到的这张图纸 它用的是标准的一个A的尺寸 好了 现在我们看一下左侧这边 Oriutation 这个呢是选择我们文件的图纸的方向 这个图纸方向呢 也有两个选择 也有一个下落彩蛋 我们看一下 然后就是一个是 Landscaper 这个是横向的 然后Portrait是纵向的 然后我们可以在两个里头进行切换 然后默认它选择了横向 我们就不做更改了 然后在下面这个还有一个Stated 然后还有一个Ansi 这个两个呢 一个是标准的标题栏的库 一个是Ansi是美标的一个格式 可以进行切换 我们默认选择标准的就好了 然后Title Block 这个是什么呢 这是一个工程明细表 我们勾选这个选项框以后呢 就可以对这个文件进行标号 暂时呢 我们还是不需要对它进行标号 好了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是显示参考说明区域 这个我们默认选择一下就行了 下面这个显示边框必须勾选上 就是这一部分 然后边框颜色呢 是黑色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给它改变颜色 我们先看一下 我们改变一个亮一点颜色 看一下效果 点OK 然后这点OK 可以看到这个边框就变成红色的了 我们整体看一下 就是一个红色的边框 好了 刚才呢 我们进入这个配置选项卡呢 是通过Design 然后最后一项来配置的 还有一种进入的方法 就是按键盘上的D 然后再按键盘上的O 大家注意一下 这个是这样也可以进来的 快捷键就是D和O 但是大家注意一下 AD9的快捷键都要是在英文输入的状态下才有效 如果现在是中文输入 是没有效的 我们还把这个切换回来 黑色显示 OK 嗯 好了 嗯 这下面还有一个选项 这个是呢 显示模板图形 这个我们 嗯 不选择了 因为我们本来就 嗯 没有模板图形 然后这个是 Shit Color 就是说我是这个背景的颜色 整个背景的颜色 我们在这也 嗯 不再做演示了 嗯 选择他默认的这个颜色就好了 嗯 山格这部分需要好好的了解一下 嗯 因为这是有三个山格 一个是 普货山格 一个是 可视山格 一个是 电器山格 可视山格是最容易理解的 可是就是我能看见 我看见的是什么就是什么 我看见的山格就是 是什么样 就是什么样 然后我们山格 这是山格到一个 呃 距离 我们默认 这个 普货山格和 可视山格都是实 我们平常 嗯 设置这个的时候也要注意 就是我们尽量设置 可视山格和 普货山格 要一致 嗯 这个是为什么呢 我们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啊 我们把 比如说我们把 或者是倍数关系吧 别太 嗯 别不是整数就好了 比如说我们把这个 嗯 普货山格设置为三 我们看一下会有什么效果 OK 然后 我们可以看到 放大以后 我们可以看到 底下有 也有 隐隐隐隐隐 能看到一些小格 这就是可视山格 然后我们现在 把那个 普货山格 设置为三 我们看一下 貌似这个 我每次移动的时候 不一定跟这个边框 能对上 对在一起 你看这个就 跟这个 底边的那个 对不到一起了 就是因为 它们不是倍数关系 所以我们这一点 我们设置的时候 要注意一下 我们再进去 这个都改为实 电气山格呢 它是一个 其实是方便 我们布线的一个功能 它会在 我们设置的 有效范围内 寻找 一个 电气节点 的功能 嗯 这个也 不给大家 做演示了 大家 下去 自己用心体验一下吧 这个 按钮呢 就是一个 改变字体的 功能 我们可以通过 这里边 改变不同的字体 然后可以写体 粗体 改变字形 然后改变大小 然后现在我们这个 嗯 甚至是颜色 然后现在我们这个 就不动了 就完全用它默认的 然后后边这个呢 是设置一个 嗯 图纸参数信息 我们看一下 这个简单了解一下 就行了 嗯 比如说那个 这个图纸的作者啦 嗯 检查的人啦 比如说我们要增加 这一项 然后我们选 ADD 然后增加 增加完了 点OK就可以了 我们也可以直接双击 进行修改 这个都可以 改完以后点OK键 然后 第三个 嗯 选项卡呢 是一个 说AD9的一个单位 这是 AD9一个默认的一个单位 是 嗯 音质的 然后呢 我们可以通过这儿来 切换 切换成公质的 毫米啊 厘米啊 米 嗯 这个我们还是用它默认的 就好了 不做更改了 好 点击OK 然后这样 这个原理图的选项卡功能 基本上我们都了解了 然后我们在这个 文件中可以看到 我们还有 两个可能会用得到的 就是一个是 嗯 常规环境设置 一个是图形 编辑环境设置 这两个在哪呢 我们来 大概了解一下啊 嗯 那在原理图编辑环境下 我单击右键 然后选 对 也是最后一项 也是个选项 然后呢 选择这个原理图的参数设置 在这里边 然后第一项 就是默认的一个参数设置 这个我们大概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可以看一下 那个第一项就是 嗯 直角拖拽 然后就是说 我们在原理图上 拖拽原基建的时候 与原基建相连的导线 只能保持直角 而如果不勾选这个选项呢 它可能会走任意角 所以这个对我们修改原理图的时候特别方便 所以我们要勾选上 然后第二个呢 是嗯 一个选择最优连线路径的浮选框 然后在进行导线和总线的连接时 系统将自动的选择最路线 第三个呢 是一个原基建分割的功能 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这点我们还是需要去了解一下 原基建分割功能 我们去拿一个例子试验一下 还是这个文件 然后我把这个电容 把它切断这个导线 我们把它放导线上了 这时候会发生什么呢 我们看一下 哎 这个导线就自动的断了 这就是它的自动切割功能 防止我们在不小心移动原基建的时候 看得好像连上了 实际上它没连 所以这个我们一定要勾选上 也要了解它这个功能 这是非常智能的 还有 我们再进去看一下 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啊 其他的大家了解一下就行了 然后这块有一个 Nordia C Markets 就是说忽略ERC检查符号 这个勾选上以后 在我们复制到剪切板或者打印的时候 都会包含这个忽略ERC检查的符号 这个了解一下 然后这个呢 是一个自增1的功能 这个选项呢 是说我们在放置同一个原基建的时候 比如我们连续放了10个电阻 它会在这个后面放的元气件的序号呢 自动增量 系统默认就是唯1 比如我放了一个R1 我后边再放电阻 它默认就是R2 R3 R4 就这样自增量 然后后边这个呢 是会创建那个原理图符号的时候 原理图的引脚的自增量 这个大家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还有一个就是 这是默认的一个 这是一个默认的原理图的 空白原理图的尺寸 我们默认选择A4 好了 其他的 然后还有一个图形的编辑 这个我主要介绍几个 可能咱们工作中相关的吧 一个是那个 Outzone自动缩放这个功能 这个在选中以后呢 在插入原基件的时候 电路原理图可以自动的实现缩放 调整出最佳的视图比例 所以这个是建议大家勾选的 然后还有一个选项的就是 这个建议大家勾选 这个因为是 我们有时候 比如说 需要有涉及到 低电瓶有效的一些信号 比如说骗选信号 CIS是低电瓶有效的 这时候呢 我们一般会是在 CIS上面加一个短滑线 这时候呢 他就支持一种 我在那个C后边加个斜杠 或者S后边加个斜杠以后 会让这个C和S上自动 加一个短滑线的功能 这个建议大家进行勾选 还有一个功能呢 是 始终跟随拖拽 这个功能 就是说 我们前面不是有一个选项是 那个 我看一下啊 前面有一个选项 应该是说 我拖拽的 第一项是拖拽的时候 是90度角嘛 嗯 然后 这个跟这项是有关的 因为 我 这项选中了以后 我的拖动 元器键的时候是 元器键和线一起的 然后如果我没有选中的话 我的元器键 我只是拖动元器键 我们可以试验一下这个效果啊 我们把这个选中 就是保持 所有的东西都被拖动 然后呢 这个选中90度 我们看一下这个是什么效果 我们现在移动这个器件 你看它是跟着我走的 导线和元器键是跟着一起动的 然后我们再 进入 我们把这一项取消掉 这时候元器键是单独动的 好了 我觉得这一项还是可能 跟我们比较相关的 然后还有就是 这款是一个自动摇镜的选项功能 它有几个模式呢 就是一个是 关闭 一个是 固定补偿 一个是 根据鼠标的 动作来执行 默认是固定补偿 这说明我鼠标在移动的时候 它可能整个原理图会 根据我鼠标的动作 会移动原理图 保证光标在指定的位置 是进入可视区域的 这个大家了解一下就行了 然后这是一个滑动的速度 然后还有一个是 滑动的不长 然后快速移动的不长 这个大家了解一下 知道有什么回事就行了 这个是撤销和重复的 次数 最占的一个次数 然后系统默认是50 我们这个是可以改的 然后还有这个是一个 就是光标的形象 然后选择默认的是 小的90度的一个光标 这个我们十字光标 这个我们就 大概了解一下 有这回事就行了 好了 基本上原理图的设计 涉及到一些参数的设置 基本上就这样了 看一下我们这次课 学了一些什么呢 一个是设置原理图的尺寸 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标准尺寸 一种是自定义的尺寸 还有设置图纸的标题栏 有标准版和美标版 然后图纸的山格 我们可以自定义 有三种山格形式 我们一定要理解 这三种山格 到底代表的是什么意思 普标山格 可视山格和电极山格 这个要了解一下 然后字体的话 我们怎么去修改这个字体 当然我们其实可以 不用五字体 就用它默认的就可以 然后原理图的 常规的环境设置 然后它图形编辑的环境设置 这个大家有所了解就行了 如果我们工作中用到了 再深入理解 基本上今天的课程就这样 然后大家的需要去了解一下 就是说去装好这个软件以后 自己设置一下尺寸 原理图的尺寸了 新建一个原理图了 删除一个原理图了 其实它的那个菜单栏 其实跟我们通用的菜单栏 都是差不多的 这个我没有讲 大家自己去熟悉一下吧 新建打开啊 然后编辑以后怎么样怎么样 试图啊 这个大家自己去了解一下 自己去看一下 我在这儿就不做过多的解释了 然后下次课呢 我们直接进入原理图的绘制 绘制原理图 所以呢 希望大家做一下预习 然后复习一下之前的知识 好了 这次课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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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